有學生的手機被偷 直接當起柯南 是利用手機的定位系統 成功在大學附近的公車上 逮捕到這名竊賊 但在過程當中 這名竊賊還不斷咆哮 甚至試圖要投下車 但最後是在公車司機 還有多名學生的合力之下 成功攔阻 而警方一到場就發現了 原來這名竊賊早就是官犯 生村黑衣學生全身壓在男子身上 因為這名男子疑似偷竊手機 並試圖逃跑 公車司機鎖住車門 男子扭來扭去靠近駕駛座 下一秒情緒激動 與司機發生肢體衝突 過程中男子不斷說自己被侮賴 不過警方到場後 一眼認出他是名貫妾 被害人為大學生 5號在原治大學圖書館讀書 期間太累睡著 手機以及錢包遭竊 9號被害人當起偵探 利用手機定位 一路追到中原大學附近 在公車上逮到竊賊 警方到場後盤查該名竊賢 於身上查獲藏物 警方立即認出 我為瞎居列管貫妾 警訊號竊賢坦誠犯刑 靠著公車司機以及多名學生 合力攔阻 讓貫妾無處可逃 過年前移送偵辦 記者林祝強桃園報導